据说80%以上的婆媳关系不合 而这绝大多都是丈夫不懂得从中协调 沈月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在确定自己发烧的时候 就立马全副武装 为的就是害怕传染家人 等到医院检查时 医生告诉她情况不容乐观 这让沈月的世界一下子就陷入了黑暗 而更令她绝望的是 等到她回到家时 婆婆已经帮她收拾好了行李 这让沈月彻底崩溃 你是想让我搬出去吗 在家里传言你跟冬冬怎么办 现在就让我搬我住哪儿去 大街上吗 这是我家 凭什么你要我搬我就得搬啊 很快 家里出现了第二个高烧患者 自己的婆婆 丈夫和儿子搬出去住 而婆媳俩就住在了一起 双方的第一个矛盾是何待遇 沈月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婆婆却赶忙阻止 别动 那个 我是给东东做的 我没有要吃 面对操前忙后的婆婆 沈月不由地劝说她 不要凡事太为儿孙考虑 也要多为自己考虑考虑 然而婆婆并不领情 反而将一切怪在了沈月身上 就是你把这家给毁了 沈月很委屈 打电话跟老公说这件事实 而老公却是这么说的 我怎么不懂啊 都是女人就不能互相体谅一下吗 婆媳关系的不协调 往往都是丈夫不作为 而婚姻里更难协调的 则夫妻之间与家庭的关系了 婚姻能给女人带来什么 不仅要赚钱养家 还要操劳家务 在这个男强女弱时代 却依然上演着母系社会 小梁是个记者 生完二胎的她还没出月子 就立刻投入了工作 还要同时兼顾家庭 而丈夫是个事业强人 一心扑在工作上 对家庭连最基本的关心 也是少得可怜 这天小梁外警任务 却碰到了同为记者的丈夫 小梁感到奇怪 明明今天丈夫休息 还答应带女儿买鞋 男人不以为意 转身从钱包里掏出钱 许下一天又一天的承诺 小梁很崩溃 因为女儿盼着和父亲逛街 已经盼了两个月了 每次都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敷衍 更糟糕的是 好不容易父亲带娃了 却把儿子照顾得发烧了 要不说在没有威胁的时候 父亲是最大的威胁 面对丈夫的安慰 小梁的情绪也在此刻爆发 回到家后 小梁控诉生活中的种种不公 丈夫也在沉默中爆发 自己为了家庭拼命地工作 小梁要自己戒烟戒酒 自己就戒 在婚姻里 并没有十全十美的丈夫 也没有全能的妻子 如果婚姻中缺乏沟通 那么演变到最后的 就只有互相伤害了 或许 异地恋真的很没有 安全感吧 女孩打了一天电话了 男友手机始终无法关机 女孩已经十分焦虑 她打电话向朋友打听 才知道男友发了高烧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男友 她却委屈地哭了出来 我也委屈地哭了出来 因为电话那头是一阳千玺 女孩想要立马飞到 男孩的城市 却被男孩拒绝了 因为她所在的那座城市 出现症状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了 女孩可顾不上那么多 这边刚买了明天的机票 下午新闻就报道 男友所在的城市风控 所有交通出行一律取消 望着一阳千玺虚弱的模样 此刻的她是多么希望 能够陪在男友身边 而一阳千玺也不好受 因为明天就是女孩的生日了 自己已经错过了两次 却无法帮她填补遗憾 或许异地恋真的很让人没有安全感吧 电影《世间有她》 将视线无限放大于生活 面对热恋期 婚姻里 婆媳关系的她 讲述了女性群体在平凡的生活中 对感情不平凡的坚持与守候 影片今天在影院上映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